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 一下下就好了 媽媽修一下就好了好嗎 好啦 沒有痛痛喔 當我知道立安她是 雨林鎮的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 當下是滿崩潰的 因為就是 孩子 因為那時候看到孩子 就全身都破得嚴重這樣子 就是一直很不想去回鄉的奶奶斷戰 好啦 啊呀 脖子太高 啊呀 脖子 好了 一下下就好了 其實說真的很不好照顧 對 因為那時候都還是 有水泡啊 然後破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 也是很努力在照顧她這樣 那時候真的想說 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不曾 不曾看過這樣的孩子 然後 也只想說 老天爺是不是跟我開了一個 很大的玩笑 因為其實我們被孕了 被孕了5年 然後後來就是 就好不容易真的有小孩 就有小孩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是打擊真的是超大的 她是出生的時候羊水過多 然後所以緊急開刀把它拿出來 然後因為她有缺氧狀況 所以造成她腦室周邊白質化 所以變成說現在都要做復健這樣子 對 從來沒有想過說 她會這樣 對 因為體檢的時候 就是產檢的時候其實都是正常的 對 然後她變這樣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她 對 一開始知道她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想放棄 因為我不敢保證 我能給她什麼 因為她700多功課而已 我不知道我能給她什麼 她是早產 她24週就 24加5就生下來 所以那時候就有爐內出血 然後就 反正就是水腦 她的腦部開了七次數數 等到第一次開刀的時候 那個醫生 開完刀出來的時候 講了第一句話說 裡面懶惰狗 然後那時候聽到那句話就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時候就跟媽媽做一下解釋 那媽媽她也很難 她也很願意尊重我們這邊的專業 然後她就配合 然後她就配合 這個是比較活動式的 然後她就是在活動的時候穿這樣子 然後在活動的時候 她的髖關節在一個對的位置 然後不會再出現剪刀腳 因為老型馬屁的小孩 她很容易就是會有剪刀腳的狀況 等一下 身體先挺起來 身體先挺起來 好喔 我們要走去門口 來 牽車子囉 當她換了一個住行器 開始用走路的時候 她覺得我跟同學們一樣 可以用走路的 我好開心 我好驕傲 所以那時候 在她臉上有好多好多的笑容 進家府以後覺得很放心 因為老師都對她滿好的 然後很有耐心這樣子 對 其實吃飯來的時候已經進步 然後也可以看著自己吃 因為剛來的都是 要我們協定她 餵她 到現在她是可以 穩定的就是自己進去吃 她以前用爬的 然後吃飯都不會自己吃 對 然後講話也不會 就是不會想跟你互動 她就是用筆的 可是她進家府以後 就慢慢的 她可以自己 就是學會跟人家玩互動 然後會走路這樣子 滿滿的 對 各方面都進步很多 幫忙 大口按摩 按摩 就是一進來看到門口就開始大哭 然後哭到我就是 前兩天前三天都是 整天抱著她 然後要到處散步 然後她一直到現在 可以情緒安穩的 配合我們這邊一切的作息 對 櫃子喔 黏黏黏黏黏黏 要不要擦 黏黏 要嗎 又啦 又啦 那其實她的皮膚就是會非常乾燥 如果有吹風啊 或者是吹到冷氣 它就會非常乾燥 所以乾燥它就會裂啊 或者是它會發紅發癢 還有脖子喔 好 其實我前一陣子就是 比較擔心她不會放手走路 因為她怎麼樣都是不放手 然後一放手她就趴到地上 然後老師都會跟我說 媽媽慢慢來 慢慢來 孩子終究會走到那一步的 對 就是他們只是需要的時間 比人家長一點點而已 對 你自己走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好小心喔 其實因為這早聊的孩子啊 在認知啊 或是肢體上面 限制非常的多 那其實他們說真的就是 只要有一點點的進步 就會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學校可能比如說有同學 還有老師啊 孩子從個性比較封閉 到到了家府之後回來 我覺得他真的是變得超活潑 而且變得超愛講話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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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爸媽媽不要走 你媽媽不要走 哈囉 哈囉 嗨媽媽 到現在她其實已經很棒了 就是從路遠之後 她其實情緒都是非常的平穩 然後到教師她就可以自己到教師 然後坐在他的位置上 然後去整理他自己的書包 喜歡去上學嗎 喜歡 喜歡 媽媽帶他來報名的時候 他其實是重度的身上證明 可以感受到這個家庭的一個 溫暖跟愛 他們很認真就是想要 讓屋子變得更好 老師在要求孩子的過程當中 家長都是配合的 那所以孩子其實是一直在穩定進步的 那屋子明顯的進步讓我們感覺到 在學員這個地方 可能不能再提供他 更適合他發展的東西 所以我們當時是跟媽媽講 我們要送他去幼兒園的 這一本是屋子他要畢業的時候 他的代班老師美君老師 然後幫他製作的一個畢業紀念社 剛開始他其實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對環境 他其實那個眼神 只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警戒跟擔心 可是你其實看到他到最後 他其實也開始慢慢的 就是有充滿了一個自信 然後願意就是做 嘗試這樣子 真的很安慰 其實沒有想過他 可以現在變成這樣吧 就一開始 真的沒有想過 在我心裡他真的就是像一般小孩一樣 只是走路可能比較不穩 但是他一些行為 我覺得就真的 其實就有充滿了 對我二一二 從這邊引流到 就是他是接到下面 所以其實他 因為他比較瘦 所以他其實這邊 就是會有管路 現在看到他這樣很開心 就是活蹦亂跳 然後會頂嘴 很開心 很開心他會頂嘴 我那時候還以為他 因為那個醫生說他在那裡的暖狗狗 那時候我真的以為他 他智能 智力可能會受損 因為他頭上有管子 這是我們最怕的 因為他引流管 醫生是說 建議啦 就是不要拆掉 所以要跟他一輩子 我們沒有要他有什麼成就 我們就真的只是希望他健康而已 健康長大就好了 因為他真的太苦了 為什麼要做這個 就是因為他筋很緊 然後拉筋讓他輕鬆一點 好 就很謝謝他們有耐心跟細心的 去教他 慢慢教他 讓他去學會了如何走路 跟人家溝通跟講話 這裡 在一般小朋友來看 這些都是基本的 根本不用做什麼就可以達成 可是對我們真的很辛苦 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很多很多的付出 才有辦法讓他跟一般小朋友一樣 對 人家說話不可能為可能 這句話真的是真的 好像就是常人的原因 他就是什麼都不能做 可是我們在他生命裡面 我們看見他很努力 他想要去翻身 他想去移動他自己 去碰 去跟你互動 或是他很努力投胎起來 當你叫他的時候他要回應你 我們如果把我們的眼界 我們看到東西放小一點點的時候 他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很多人相信他 也很多人幫他 所以他長大 要感謝的人很多 我都有幫他記下來 我要長大跟他講 就是 人做多少就做多少 對 小心 他會慢慢好 只是 他走的路比別人慘 比別人慢而已 對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就是社會大眾可以 不要看到他們就用一樣眼光來看他們 其實他們就是正常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 他們真的就是非常需要社會大眾的愛 包容 有你們的支持 他們可以在愛的環境下面成長 進步 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祥和的社會 我們希望能夠祥和的一個互動的力從 其實我們更應該在關注 我們身邊可以關注這些人 對他多一點的支持 對他多一點的尊重 真的可以幫助他 很多人生不同的翻轉的底層 其實要走出去那一端真的很難 對他就是遇到這麼多的朋友 然後家人 然後 就是 就是很謝謝他 走開 你要轉 轉 然後看 這邊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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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22年為例 家福在早期療癒這邊 所投入 接受我們療癒的孩子 大概有將近4000位孩子 非常感謝長榮航空所有的員工 給我們的支持 跟對於曼飛天使的一個關心跟照顧 以及實際行動給我們很多最大最大的協助 我相信透過企業的一個力量 能夠讓更多人認識 發展遲緩而同 曼飛天使他們的需要跟需求 那也期待能夠 長榮航空的員工 一起呼籲您的親朋好友們 一起來支持跟關心 所有的曼飛天使 讓他們的童年發展 更加的美好